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澳洲政府在5月中宣布了2024至25年度的財政預選 除了調整了移民配額之外 在不同的簽證都有全新的定位 到底這些變化對整個移民系統影響有多深有多遠 今次這段片我們將會和你逐一去解救四大重點 教你們重新去佈住移民計劃 在總移民的配額上 明年比今年只減少了5千個至18萬5千個 當中的七成都分配了在技術移民、投資移民和GTI專財移民的申請 第二個重點就是澳洲政府確認在年底前 會推出全新的國家創新簽證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NIV將會合併了100萬的投資移民和GTI專財移民的簽證 主要都是吸引三類別的新移民來澳洲 包括了高效能力、投資者、投資者和全球研究者 現有的投資移民100萬簽證將會在7月1日開始 正式在永久中止接受新的申請 不過移民局都已經預留了1000個名額 繼續去審批已經拿了邀請和入籍申請的人士 他們亦可以重新考慮移民去向 在9月開始可以選擇撤回簽證的申請和退款 有別於投資移民 GTI簽證仍然接受新的申請 直至NIV在年底正式推出才退役 換言之大家還有半年的時間去籌備GTI申請 現在絕對是申請GTI的最後機會 大家就不要錯過了 在技術移民方面 未來這一年就會減少了聯邦政府 直接邀請的109技術移民簽證的配額 但就增加了州政府提名和僱主擔保的名額 目的都是想給州政府更多 但正去選擇所需的技術移民 目前申請的條件都沒有任何改革 都建議大家盡快去做準備把握現在的時機 如果你們對澳洲移民有甚麼問題 歡迎來找我們